你對於習五條習五點 你對於蔡總統所講的 沒有九二共識也拒絕九二共識 九二共識就是一國兩制 你怎麼看 怎麼說 從習五點的看法 講法他並沒有講九二共識 就是一國兩制 我們說真的 但是九二共識 可是蔡總統是這樣解讀 你覺得總統解讀稍微多了一點 九二共識的邏輯 就是一國兩制 九二共識的最後的 最終目標 希望變成一國兩制 這是中國大陸很明顯的 我簡單說 因為他們是 以前中國大陸的三段論 事實上只有一個中國 台灣跟大陸都是中國的一部分 中國唯一的合法政府 叫中華人民共和國 就是三段論 那三段論 既然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 台灣跟大陸都是中國的一部分 那這個中國的唯一的合法政府 叫做中華人民共和國 那所以那台灣是怎麼樣 就是一國兩制 就是我們這個 中華人民共和國裡面的 一個台灣的體制 跟一個大陸的體制 大陸這是 中國共產黨來領政 台灣呢 這是你們的一個地方政府 那所以中央政府 有軍事外交 就是那個 那地方政府 在一國兩制 在鄧小平的 界定下 台灣你可以保有自己的軍隊 可以保有自己的貨幣 但是你不能有外交 你可以有 若干有限度 就要什麼外交 就是給你領事館 大使館 領事外北京 諸如此類的 所以一國兩制 是這個所謂的 這個九二共識裡面的 到最後的一個 Destination 一樣 是這樣沒有錯 那這樣市長 你跟總統看法 不太一樣 我們只能說 今天我坐車 坐車就會到 Pub Radio 但是我還沒有 我如果上了車 這部車就是開往 Pub Radio 你一上車的那個瞬間 你不是已經到了 就對了 不是已經到了 你這樣講很清楚 那好 那現在這個蔡總統也講 因為您這個說法 其實跟我的看法 是接近的 黃偉哲跟黃偉哲的看法一樣 OK好 第二個 那蔡總統講說 這個冷泉加熱 冷泉加熱以後 變成溫泉 那蔡總統說 不要再講了 因為他已經先界定 九二共識就等於一國兩制了 所以要求也呼籲 所有台灣政治人物朝野 那你也是六都的市長 你覺得你會在講九二共識 我為什麼要問你這個問題 我特別給大家看幾張照片 就是最近有人在講 就是台南的這個觀光 出現了很多 像這個台南的什麼飯店 鐵道飯店 對三百多塊啦 四百多個晚上 台南已經這樣了嗎 然後從數據來看的話 2017跟18 1到11月 差了快30萬的 就是陸客有到台南 你會擔心 寒流在高雄發生 萬一未來真的有陸客來到台灣的時候 去了高雄沒到台南 你身為市長你會擔心嗎 肯定有壓力 說沒有壓力是假的 是騙人的 是自我臉上貼親的 肯定有壓力 所以呢 對於中國大陸觀光客來 我們當然是舉雙手 歡迎歡迎歡迎 熱烈歡迎 僅次於連夜夜來的那種歡迎 但是我們覺得其實 如果刻意的因為台南 他叫台南 所以不來台南 我覺得其實這樣 爭取不到台南的民心 對 那這是喜大拉講話 給我的一個想法 一個看法 就是過去胡錦濤 叫軟的更軟 硬的更硬 現在喜大大是軟的沒有更軟 硬的更硬 就軟的也不軟 硬的超硬 喜大大是 以前胡錦濤是對中央很硬 對地方都很歡迎 現在他沒有 市長 因為這個跟以後的觀光客 我不知道陸客來不來 所以大家可能又開始問各市長 包含韓國瑜也被問了一次 所以一個歡迎大陸觀光客 台南市長 你對於九二共識到底是 你是願意有這個基礎的 還是拒絕的 政治零分 經濟一百分 我們就不要去刻意強調 這個所謂的九二不九二的基礎 好 那麼稍微休息一下廣告之後來到第四段 然後